来华人福音堂分享 感谢帝王姐妹给我一个机会 也特别感谢陈牧师的邀请 非常感恩 今天有机会来华人福音堂分享 感谢弟兄姐妹给我这个机会 也特别感谢牧师邀请我 其实我和华人福音堂还是认识的 过去大概是 我都不太清楚是哪一年 可能是2010年的时候 我曾到这个教会来过有些分享 当时何牧师在 我其实很久之前 在2010年就已经来过这个教会 是何牧师邀请我来分享的 我刚才在外面走的时候 我看见你们大厅里面 还有一个写了就是 利数族的福音 一个包挂在那地方 我想那是何牧师带回来的那个包 那个包呢我自己也有 我在外面走的时候 看见一个利数族的宣教的事工 在一个桌上 感谢上帝 上帝神让福音堂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不仅在本地传福音 而且在外地的传福音 感谢神给华人福音堂一个宣教的教会 他不单止在当地传福音 亦都在外地宣教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施建川 然后2019年开始全世界师奉 我现在在西郊华人圣经教会服侍 让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施建川 我2019年开始全世界师奉 现在我在Acting的西区圣经教会那里服侍 今天分享的经文呢 是出自路加福音第七章 拿银城发生的一件事 今天要分享的是出自路加福音的第七章那里 讲到拿银城那里发生了一件事 那么我们读一下经文 是我来控制 这样子我读第一面 弟兄姐妹们读第二面 我读第一面 弟兄姐妹读第二面 过了不多时 耶稣往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银 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 将近城门 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 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 他的母亲又是寡妇 又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兵 主看见了寡妇就怜悯他 对他说不要哭 这城名叫拿银 他的银 于是进前 安着阁 台的人就站住了 耶稣说 少年人 我吩咐你起来 那死人就坐起来 并且说 耶稣和那他交给他的母臣 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与神说 有大仙之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 又说 神眷顾了他的百姓 这事 全编了犹太 我周围的地方 好 我们来分享这段经文 今天的经文说 过了不多久 然后耶稣往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银 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 今天有经文是这么说 他说过了不多时 耶稣往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银 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 好 这里说过了不多时 那么过了什么不多时呢 在去拿银城之前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个讲到过了不多时 究竟是过了多久呢 他去了拿银城之前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是耶稣医治了一位 百夫长仆人的事情 当时太轰动了 因为第一 耶稣是服侍外帮人百夫长 第二 耶稣是隔空服侍 他隔空 不用在现场 他隔空也可以治疗 是耶稣医治了 一个百夫长仆人的事情 当时是很轰动的一件事 因为第一 耶稣是服侍了一个 外帮的百夫长 第二 耶稣不在场 他隔空都可以医治 耶稣行了那件神意之后呢 圣经说 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 耶稣行了那件神迹之后 圣经这么说 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 这里提到的两种人 一种是门徒 他们愿意放下一切 来跟随耶稣 耶稣到哪 他们就跟到哪 其中包括彼得 雅各 约翰 这些我们熟悉的门徒 这里提到两种人 第一种是门徒 他们愿意放下 一起来跟随耶稣 耶稣去哪里 他们就去哪里 其中有包括 比特 雅各 若汉 这些我们熟悉的门徒 还有另外一种人 而且这里说 人数极多 他们和耶稣同行 但他们不是 耶稣的门徒 当时很多人 对耶稣很感兴趣 可能因为耶稣的教导 更因为是耶稣 能行神迹 谁变成酒 麻风病得一致 枯干的手得以复原 他们心里猜想 这位耶稣 是不是就是 圣经的那位先知 另外还有一种人 这里说 他是对耶稣 很感兴趣的 可能是因为耶稣的教导 更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耶稣能够行神迹 水可以变酒 麻风的可以得医治 枯干了手可以得復原 他心里在想 耶稣究竟是不是 那位先知呢 如果耶稣 真的是他们叛叛那位弥赛亚 而且将来做王成功 他们与耶稣同行 就跟对了 那么在将来弥赛的国度里面 他们说不定还能弄个 一关半子之类的 如果耶稣 真的是他们所想的 那位弥赛亚 而将来做王成功的话 他们跟耶稣同行的话 就跟对了 将来可能在弥赛亚的国度里面 他们可能得到 一官半职之旅 如果耶稣 他将来的风势不对头 那么自己就可以体面地退出 投入不多 损失也不大 所以当时与耶稣同行的人很多 但是卫生做门徒的很少 但是如果耶稣将来 他风势不对的时候 我们自己可以体面地退出 投入不多的话 损失也不大 所以当时与耶稣同行的很多人 但是他们不是卫生的门徒 其实这不多的门徒中 差别很大 有的人可以将头 靠在耶稣的胸膛上 而有的人就要出卖耶稣 即使是那些门徒里面 为数不多 但是差别很大 有的人可以靠在耶稣的胸膛上面 但是有的人将来会出卖耶稣的 耶稣知道每个人的内心想法 但是耶稣 还是热情地接待他们 带领他们 耶稣知了每一个人的想法 但是耶稣仍然很热情地 折代他们 引导他们 不管众人的内心如何 最初的起初你的动机如何 耶稣盼望他们能够更加明白真理 遵循神的教导 看热闹的变为同行的 同行的变为门徒的 一般的门徒能成为靠着他胸膛的 不管众人内心是怎样想 他们起初的动机是什么 耶稣盼望他们能够真正明白真理 遵从神的教导 看热闹的可以变为同行的 同行的可以变为门徒 一般的门徒 可以成为靠近他胸膛的门徒 那么今天你我处在什么阶段呢 是看热闹的 教会有活动 团体组的hiking 才来的 今天你跟我究竟住在什么阶段当中呢 是不是看热闹那些呢 教会有特别活动 或者团契搞hiking 或者是同行的 觉得耶稣很好 但是自己在这世上呢 就有个人的人生计划和个人的安排 所以有一个风吹草动 就说哎呀有事了 不来查经了 主日聚会又不来了 你也说是同行的呢 觉得耶稣很好 但是我们自己在世界上 很多各样的人生的安排 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 我们就不来查经了 也都不来聚会了 或者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 跟随耶稣 和耶稣同吃同住同行 听耶稣所说 看耶稣所做 行耶稣所行 定义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跟随耶稣 同耶稣同吃同住同行 听耶稣所讲的 看耶稣所行的 行耶稣所行的 感谢主 我相信福音堂有很多弟兄姐妹 是耶稣的门徒 那么求神帮助我们 有更多的弟兄姐妹 成为耶稣中心的门徒 感谢主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 都是跟随耶稣的门徒 我们可以成为中心的门徒 那么耶稣就去到了拿因城 众人不知道他去的具体目的 但是耶稣知道 耶稣去了拿因城 但是众人不知道耶稣去那里的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耶稣自己知道 因为天父将未来的事情 告诉了爱子 爱子按照天父的吩咐 做每一件事情 耶稣完全地顺服天父 因为天父将未来的事情 指示给爱子 爱子就按照天父的旨意 的安排去做每一件事 耶稣完全地顺服天父 拿因城在以色列的北部 在旧约历史上 没有什么名气 就像那个拿撒勒城 在旧约里面 也没有什么名气一样 但是上帝就要在这个城做新事 让爱子耶稣脚踏之处 充满和赞美神的荣耀 拿因城在以色列的北部 在旧约历史是没有名气的 就好像拿撒勒城 在旧约历史没有名气一样 但是神就要做一些新的事 让爱子耶稣脚踏之处 都充满和赞众神的荣耀 拿因城虽然没有名 但是离他大约八五公里之处 有一个城名叫苏联 在以色列很有名 因为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 曾经在那里叫死人复活 拿因城虽然很没名的 但是距离他大概五公里外面 有一个城叫苏联城 在以色列里面是很有名气的 因为以色列有一位先知以利沙 曾经在那里让死人复活 耶稣走进拿因城 他的门徒们可能兴高采烈 可能在讨论耶稣以前的神迹 或者在猜测 耶稣将来要做什么 耶稣走进拿因城的时候 他跟随他那些人 很高兴高采烈 可能在讨论耶稣做过的神迹 或者猜测耶稣将来会做些什么 当耶稣的队伍 走进到拿因城的时候 眼前突然出现一副场景 让众人兴奋的心 立刻凉了下来 因为一个颂葬队伍 从城里走了出来 当耶稣的队伍走进拿因城的时候 眼前突然出现一副场景 让那些兴奋的人的心 突然凉了下来 是因为有一个颂葬队伍在那里出来 圣经说 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 这个人是他母亲的独生儿子 他母亲又是寡妇 又成立许多人捅着送兵 圣经说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 这个人是他母亲的独生儿子 他母亲有一个寡妇 有很多人同着 这个寡妇在城里面出来 这位母亲好凄凉 失去了丈夫 将唯一的儿子养大 这儿子成了他唯一的人生盼望 也是他老了之后 生活保障 但是现在失去了这个儿子 这对母亲是何等大的打击 人生是何等的绝望 当时的情景太凄惨了 情学好问的门徒都闭住了嘴巴 没有人问耶稣 说这个寡妇失去了儿子 是儿子的原因 还是寡妇的原因 但是这位母亲很凄凉 当然也没有人请求耶稣 为他们做什么 当时的情景是很凄惨的 那些勤学好问的门徒 都突然间收了一把嘴 没有人去问耶稣 究竟这个寡妇失去了儿子 是因为儿子的原因 还是因为寡妇自己的原因 当时也没有人敢去问耶稣 求耶稣去做些什么 耶稣行大能的时候 跟随者们他们看见 他们欢呼 但是当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们忘记了耶稣 忘记了耶稣 凡事都能 耶稣行大事的时候 跟随的人都看见了 他们都欢呼 但是当一些新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他们却忘记了耶稣 忘记了耶稣是凡事都能的 更何况人已经死了 还能怎么样呢 所以门徒既不请求耶稣 也不请求耶稣做些事情 更何况人都死了 又能够怎么呢 所以门徒又不请教耶稣 也都不请求耶稣做什么 所以听上去 我们的属灵情景可能有时也这样子 虽然我们说跟随耶稣 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能常常忘记耶稣 忘记他凡事都能 我们常常既不请教 也不请求 听起来我们属灵的情况 可能有些时候都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说我们跟随耶稣 但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却忘记耶稣 时时忘记了他凡事都能 我们又不请教他 也都不请求他 经文说 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 对他说不要哭 经文是这么说 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 对他说不要哭 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词 来描述耶稣 就是怜悯 当福音书里面出现 耶稣怜悯这个字句的时候 是耶稣行神祭的前兆 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词 来描述耶稣 就是怜悯 福音书里面出现耶稣 怜悯这个字句的时候 都是耶稣行神迹的先兆 耶稣身上 有一个特别强烈的特征 就是怜悯 在耶稣身上 有一个特别强烈的特征 就是他怜悯 那么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是因为耶稣怜悯世人 世人正在罪中灭亡 耶稣基督到生到肉身 到世上来 是因为耶稣怜悯世人 世人正在罪中死亡 耶稣传讲天国福音 不是因为天父的吩咐 不得不做 而是耶稣发自内心的怜悯 耶稣传讲天国福音 不是因为天父的吩咐 他不可以不做 而是耶稣发自内心的怜悯 耶稣医治病人 是因为耶稣 怜悯那些受伤者 那些无依无靠的人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 他不催灭 耶稣医治人 是因为耶稣怜悯那些受伤的人 那些人无依无靠 压伤的芦苇 他不截传 将残的灯火 他不催灭 那么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 常常有耶稣的这个特质 就是神的怜悯 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 时时都有耶稣这个特质 就是神的怜悯了 那么耶稣对寡妇说 不要哭 大家觉得寡妇停止哭了吗 耶稣对那个寡妇说 不要哭 大家觉得那个寡妇停止哭了吗 我们可能说 哎呀 既然耶稣说话了 上帝的大能领到了 寡妇就停止哭了 我们可能说 神的话语说了出来了 神的大能临到了 寡妇就停止哭了吗 不一定 耶稣虽然有圣灵的大能 但不是耶稣一说话 就都能起果效 不一定的 耶稣固然有圣灵的大能 但不是耶稣一说话 就都能起效果的 耶稣向法利塞人传福音 法利塞人继续 我行我素 保罗有圣灵的大能 保罗向菲利斯和菲斯图 两个罗马总督传福音 他们还是没有改变 那么耶稣借着圣经 向我们说话 我们可能也常常的事 必耳不听 你看耶稣向法利塞人传福音 法利塞人是我行我素的 保罗有圣灵的大能 向这个菲利斯和菲斯图传福音 两个罗马的总督 都没有改变 耶稣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 我们时时都是充以不问的 耶稣对他说 不要哭 可能寡妇暂时停止了哭 但是心里面痛苦 因为儿子实实在在死了 怎么能不伤痛呢 耶稣对我寡妇说 不要哭 可能寡妇暂时就停了哭 但是心里面继续流泪 因为儿子是实实在在 死了 怎么能够不伤痛的呢 耶稣怜悯他 但是耶稣的怜悯 不是停留在话语上 说你不要哭了 平平安安地去吧 神会看顾你的后半身 耶稣固然用话语安慰他 但更重要的 耶稣有后面的事情 耶稣怜悯他 耶稣不单单停留在 用安慰的话语安慰他 更重要的 在后面的事情就是 他说他不会和他讲你 不要哭 平平安安回去 神会招顾你下半身 耶稣固然用话语安慰他 更重要的 在后面的事情 圣经说 耶稣于是静前 按着杠 抬着人就站住 所以耶稣行动了 他走到棺木面前 按住抬着棺木的杠 圣经那么讲 耶稣进前按着杠 抬杠的人就站住 耶稣行动了 走到棺木面前 按住棺木的杠 这里注意 耶稣当时所做的 是犹太人一个大的忌讳 因为犹太人特别在意 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 那么死人是不洁净的 死人所触摸到的 所碰到的那些东西 都是不洁净的 注意 耶稣当时所做的 是一个犹太人的大忌 犹太人特别在意 结症还是不结症的条例 死人是不结症的 碰到死人接触的东西 自己都要不结症到晚上的 所以当时虽然安慰寡妇的人很多 同情的人很多 但是相信没有一个人 敢去摸棺材的木杠 而且可能还互相提醒说 避免不要摸那不洁净的东西 所以当时 虽然安慰寡妇的人可能很多 同情的人也很多 但是相信没有人敢去触摸棺材的缸 而且可能会互相提醒大家 避免去触摸那些不结症的东西 但是耶稣去摸 不仅仅耶稣是弥赛亚 是神 在他没有不洁净的事 更因为他有怜悯 耶稣的怜悯身后 耶稣就是怜悯 但耶稣就去摸了 不仅仅是耶稣是尼赛亚 他是神 在他没有不洁净的事 更因为他有怜悯 他的怜悯身后 耶稣就是怜悯 耶稣在怜悯中 按住了抬棺材的木杠 他也将在怜悯中 行奇妙的事 耶稣在怜悯中 按住了棺材的木杠 他也都将在怜悯中 行奇妙的事 耶稣按着杠 抬棺材木的队伍就站住了 估计当时是震惊的 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 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耶稣按着这个杠 棺材木的队伍就站住了 估计当时是因为震惊了 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 也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队伍停住了 思想凝固了 哀哭停止了 让所有的一切 都在耶稣面前静止 Be still and know that He is God 队伍停住了 思想凝固了 哀哭都停止了 让所有的一切 在耶稣面前安静 你们要安静 知道我是神 耶稣说话了 前面说的是安慰母亲的话 但是耶稣知道 光安慰不够 耶稣说话了 前面说了安慰母亲的说话 但是耶稣知道 光光安慰是不够的 如果有弟兄姐妹缺一小时 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地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那有什么用处呢 耶稣没有停留在安慰这个层面 创造者 救赎者 现在发出命令的话语 耶稣没有停留在安慰的层面 创造者 救赎者 现在发出命令的话语 耶稣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诗篇说 你发出你的灵 万物就被造成 耶稣向灵界发出命令 少年人 我吩咐你起来 耶稣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诗篇说 你发出你的灵 万物就被创造了 耶稣向灵界发出命令 他说 少年人 我吩咐你起来 于是气息 回到那个年轻人身上 那死去的人就坐起 而且还说话 表明他实实在在地活了 圣经说 耶稣便把他交给了母亲 于是气息就 回到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那死人就坐起来了 而且说话 表明他实实在在地活了 圣经说 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 这就是耶稣 来拿因成的使命 不仅仅宣讲救恩的真理 也是实实在在地施行拯救 这个就是耶稣来到拿因成的使命 不仅仅要宣讲这个救恩的真理 并且要实实在在地施行拯救 耶稣就是怜悯 加上怜悯拯救的行动 耶稣就是怜悯 加上怜悯 拯救的行动 那么经文说 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于神说 有大仙子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 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 经文这么说 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于神 说有大仙子在我们中间兴起来 又说神眷顾他的百姓 所以众人都惊奇 因为死里复活的事情 只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 有这样的说法 众人都惊奇 因为死里复活的事情 只有在历史里面才传说有的 他们听说过以利亚 让西顿的寡妇的儿子死里复活 也听说过以利沙 让书念的儿子复活 而且书念那个地方 离拿影城也只有五公里的距离 他们听说过以利亚 令西顿的寡妇儿子复活 又听过以利沙 令这个书念妇人的儿子复活 而且那个书念的地方 只是离拿因城不够五公里 但是那些只是历史中的传说 可是今天死人复活的事情 活生生地在他们的面前 但这个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传说 但是今天这个復活的事情 居然活生生地呈现在他们的面前 何等的惊奇 他们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 他们称耶稣是大先知 他们认为先知有大小能力之分 而耶稣是能力大的先知 他们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 他们称耶稣为大先知 他们认为先知是有大小能力之分的 而耶稣是那些有大能力的先知 他们讲的是对的 但是不完全 耶稣是先知 耶稣来到世上 就是传讲神的救恩之道 他们讲得对的 但是不够完全 耶稣是先知 耶稣来到世界上 就要宣讲神救恩的道 耶稣是大先知 因为约翰福音说 神将圣灵无限量地加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是大先知 约翰福音这么说 他说神将圣灵无限量地赐给耶稣 但是耶稣 他不仅仅是大先知 耶稣不仅仅传扬上帝的话语 耶稣不仅仅有无限量的圣灵的高磨 而耶稣他自己就是神 就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个位格 耶稣不仅仅是大先知 他也不仅仅是传扬天父的话语 耶稣不仅仅有无限量的圣灵的高磨 耶稣他自己就是神 是三位一体神中间的一个位格 在场的群众 他们将荣耀归给神 但是他们没有将荣耀归给耶稣 因为当时帕斯是蒙在他们脸上 在场的群众都将荣耀归给神 但是他们却没有将荣耀归给耶稣 因为当时他们的柏子仍然蒙在他们脸上面 而我们今天 我们众人脸上的柏子都已经挪去 我们不仅仅看见耶稣的荣光 而且我们反照耶稣的荣光 我们将荣耀归给天父 又归给宝座上的那位羔羊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众人脸上的柏子都已经揭开了 我们不仅仅可以看见耶稣的荣光 而且我们反照耶稣的荣光 我们将荣耀归给天父 也归给宝座上的羔羊 那么耶稣来到拿银城里 带来福音的好消息 将悔改赦罪之道 传给那城里的人 也将怜悯和复活的生命 带给那个少年人 那么耶稣来到这个拿银城那里 将福音的好消息 悔改赦罪之道 传给那个城里面的人 也都将那个怜悯和复活的生命 带给那个少年人 今天的拿银城在哪里 今天的拿银城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内部户 我们工作的地方 我们的家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内心等 这个就是我们的邻居 我们工作的地方 我们的家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内心 拿银城里有各样的事情发生 包括有人抬着棺木出城 可能有人在physical的死去 或者在灵力死去 或者一直处在 灵力半死不活的状态 拿银城那里有各样的事情发生 可能有些人是抬着棺木出城 可能有些人在肉体上面死了 有些人在灵里面死了 或者有些人 一直在灵里面 是半死不活的状态 那么棺木里的少年人 可能是一些不认识神的世人 在亚当的堕落的里面 灵已经死去 那个棺木里面的少年人 可能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世人 在亚当的堕落里面 灵已经死了 可能那少年人 是你我基督徒 虽然我们曾经受洗 也参加教会聚会 但是我们可能 是启示录里面 沙迪教会的基督徒的状况 耶稣说 说你是活的 其实你是死的 如果耶稣说一个基督徒是死的 那个基督徒就是死的 可能那个就是你跟我 这些基督徒 虽然我们曾经受洗 也都参加教会的聚会 但是我们可能就好像 启示录里面所讲的 沙迪教会那种基督徒的状况 耶稣说 说你是活的 其实你是死的 如果耶稣说一个基督徒是死的话 那个基督徒就是死的了 耶稣怜悯那位寡妇 怜悯关牧里的少年人 他来到拿英城 就是要让那少年人死里复活 让他的母亲重新欢乐 耶稣怜悯那个寡妇 怜悯那个棺材里面的少年人 他来到拿英城那里 就是要让那个少年人 可以从死里面復活 让那个母亲可以重拾欢乐 今天神可能来到你我 内心的拿英城 要来唤醒我们属天的生命 要我们将我们从不冷不热的里面 或者忽冷忽热的里面 或者濒临属灵死亡的里面 重新活过来 向神而活 与神同活 今天神也都来到 你跟我内心的拿英城 唤醒我们属天的生命 要我们从那个不冷不热里面 或者忽冷忽热里面 或者那个贫瘫死亡里面 重新活过来 香神而活 为神而活 与神同活 那么耶稣说 少年人 我吩咐你起来 他今天可能对你我说 某某基督徒 我吩咐你起来 从属灵的死亡里起来 从不冷不热中起来 悔改热切地寻求耶稣 让我们属天的父亲 属天的母亲 就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的耶稣 我们的圣灵 可以重新欢喜 而不是为我们伤心流泪 耶稣到了拿英城 拯救了那位少年人 也让他死里复活 神拯救了好消息 从拿英城传播出去 耶稣来了拿英城 也都带给他少年人医治 也都带给他母亲 欢呼盼望 格林多后书说 我们都是耶稣的死者 我们也都曾经是被拯救的 死里复活的少年人 哥林多后书讲到 我们都是耶稣的使者 也都是那个曾经死了 也都被拯救复活的 那么耶稣要我们效法他 去到不同的拿英城里面 将耶稣救恩的好消息 带到那里 也将耶稣怜悯的好行为 带到那里 耶稣要我们去到不同的拿英城 将那个救恩的好消息 传到那里 也都将神怜悯的工作 带到那里 活出怜悯 活出美善 活出那招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活出那个怜悯 活出那个美善 要活出那个照 我们出黑暗入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好 我们总结 耶稣来到拿英城 带给那少年人医治 带给那位母亲 人生的喜乐和盼望 我们总结 耶稣来到拿英城 带给那少年人医治 也都带给那母亲人生的 喜乐和盼望 我们都曾经是棺木里的少年人 我们都曾经犯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生活在败坏和灭亡之中 但是耶稣来到我们拿英城 让我们从死里复活 我们曾经是那个棺木里的少年人 我们曾经犯罪 规决了神的荣耀 生活在败坏和灭亡当中 但是耶稣来到我们的拿英城 让我们从死里复活 耶稣要我们与他同行 而不是城里的看客 耶稣要我们与他同行 而不是城里面的看客 耶稣不仅仅要我们与他同行 他更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 和他吃住在一起 想他所想 看他所看 行他所行 耶稣要我们与他同行 不单单是好像城里面看客 耶稣要我们与他同行 更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 与他食住在一起 想他所想的 看他所看的 行他所行的 他要猜派你我 到不同的拿英城里面 将耶稣的救恩之道 带到那里 也将耶稣怜悯的行为 带到那里 他要猜派你和我 到不同的拿英城那里 要将耶稣救恩之道 带到那里 也都将耶稣 怜悯的行为带到那里 世人不认识耶稣 但是他们因着我们的言语 更因着我们的所行而惊奇 世人不认识耶稣 但是他们要因我们的言语 因我们所行的而惊奇 他们不说耶稣是大先知 他们将说耶稣是神 耶稣是救主 他们要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耶稣 他们不会再说耶稣是大先知 他们会说耶稣是神 耶稣是救主 他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耶稣 而他们也将与耶稣同行 成为耶稣的门徒 将救恩的好消息 怜悯的好行为 带到其他的拿英城里面 他们也都将会和耶稣同行 成为耶稣的门徒 将救恩的好消息 怜悯的行为 带到其他的拿英城里面 愿我们每一位 都成为耶稣这样的门徒 我们一起祷告 愿我们每一位都成为耶稣 这样的门徒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谢谢主你的拯救 虽然我们那么不配 但是你愿意从天上 主来到人间 将从死里面 主拯救出来 你不仅在拯救我们 你要你的恩典 主从我们身上 像火水一样 主流传出去 我们这是来到面前 主向你悔改 我们说我们确确实实 亏欠上帝的荣耀 你给我们恩典 我们常常这样的 隐藏起来 但是说我们不是 那个愿意 一直在属在那灵里面 不冷不热 这样的基督徒 就你唤醒我们的心 愿意再次向我们里面吹气 让我们能爱耶稣的热情 再次来焕发起来 愿主你恩待我们 就愿主你拆派我们 让我们在我们 所在的范围之内 不管是我们家里 我们工作的地方 我们的教会 在各个地方 我们愿意获出 耶稣的荣耀 耶稣的怜悯 将耶稣的名 真正的彰显出来 谢谢荣耀救主 我们同心可以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 阿们